如果你有九个貌美如花的世界怎么办 那还用问当然是通通拿下 此刻醒来的我正被几位美女放在中央 眼见我睁开双眼都围了上来 口中喃喃喊着大家快看小书醒了 而他们口中的小书正是本人 今日乃是剑仙宗九大弟子成婚之日 却遭遇了血魔老祖突袭 剑仙宗宗主和九位弟子全部战死 整个嫡系只剩下了一位毒苗 就在即将团灭之时 我意外地伴随着惊雷穿越而来 竟把血魔老祖给劈了 而我就这么穿越成了剑仙宗最后的弟子夜选 随后醒来的我却被姐姐们告知了一个坏消息 自己虽然劈死了血魔老祖 但是由于雷电威力太过巨大 直接将我的灵根也给劈灭了 好在九位姐姐都是心善之人 是要护我这辈子周全 就这样 我在剑仙宗穿越的第一天就得到了昨晚极拼转散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 穿越之人必有金手指 只需要打卡十年 我便生根有望 日复一日 见宗门人见我无法修炼 却又占据宗门顶级资源 各种恶意留言都纷纷四起 而我也默默地忍受着一切 不过就在今日 十年打卡七一满 我成功地激活了神级选择系统 但是第一个随机任务来的我就想骂人 抱住男公罩 可以奖励灵根一枚 反之什么都不做的话 本系统将会永久关闭 本来我还很抗拒这个任务 不过随着大姐的出现 嗯 大姐好美 系统真香 这个任务我接了 比起没灵根的禽兽不如 我宁可做个有根的禽兽 于是我心生一记一把推开的大姐 表示宗门弟子说得很对 自己就是个没根的废物 只会拖累姐姐们 随后便纵身一跃跳下了剑宗悬崖 果不其然大姐看见我欲寻死 整个人焦急万分也跟着跳下 随后将我整个人紧紧地抱在怀中 傻子 我们相依为命 大姐不许你死 此时系统声果然响起 恭喜宿主初步完成神级选择 奖励费灵根一枚 该灵根会随着宿主抱住 南宫罩的时间持续进化升级 于是乎我只能又开启了自己的表演 果然能量调也开始飞速地上涨 而在弟子们的眼中 掌门师姐竟和废人抱在一起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外门长老宇文集更是怒不可乐 自己追求南宫罩那么久都不见大了 如今却和废人搂搂抱抱 这是活生生地在打自己的脸 而空中的南宫罩毫不知情 只觉得自己的丹田越来越烫 浑身上下都难过得要死 而我也得到了系统的提示 奖励灵根进化成传说中的 天道灵根悬崖龙根 可吸收天地灵气 并且速度使其他灵根的万美 刹那之间天地变色 无数灵气蜂拥而至 大姐感觉身上鬼胖鬼胖 一只凤凰的幻象树立半空 小树快回去 我要突破了 我意外获得了天道灵根 只要与玄英肢体同修 便能奖励万年修为 而更恐怖的是 这样体质的师姐 我居然拥有九个 在山顶驻大姐突破员 阴巅峰之后 门下弟子都是议论纷纷 毕竟玄凤灵根万不存一 剑宗也只有掌门难空罩拥有 外门长老宇文 集气的茶壶都衰裂在地 玄凤灵根本就逆天 这回再次突破 整个外门都不是她的对手 自己如果想要占据剑宗 必须趁其根基未稳先行下手 而此刻的夜玄心中洋洋得意 自己总算又做回了奶人 一出马便让大姐成功突破 要是让其他姐姐们知道了 还不得将我生出活泼 不过就在此时 一声真是井底之蛙传入了耳中 夜玄大惊失色 周围明明没有人影 到底是谁在说话 随即少年眼前 便出现了一个精灵妹子 出来就直言晦气 新宿主竟然是个老色批 原来妹子乃是 神级选择系统的管理者灵儿 此次出现是为了确定 夜玄是否要绑定系统而来 而随着灵儿的介绍 夜玄也知道了 神级系统自古便有团成 没人知道其来历 只知道他经历了无数宿主 有的人成为了 至高无上的开国先帝 有的人成了 白昼飞升的大罗金仙 更有人变成了 沙川仙界的无双战神 但是他们最终 都做错了选择生死到孝 正所谓神级选择 一念生 一念死 一步天堂 亦或一步地狱 也不知道就你小子这两下子 敢不敢绑定系统吗 夜玄两世为人碌碌无为 这一世更是遭受无根之痛 现有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自己一定要变得 比所有人更强 绑定 终身无怀 精灵妹子眼见夜玄说得如此坚定 脸上终于露出了满意之色 在叮嘱了不能泄露系统之后 便消失在了眼前 而在查看系统之时 夜玄意外发现 玄阳龙根虽然修炼速度远超其他灵根 但是却只能与玄阴灵根同修 否则便有暴体而亡的风险 看到这里无耻少年飞飞一笑 我的九位师姐貌似都是这种属性 那以后岂不是 随后夜玄为了验证如今自身的修为 几个纵月间便飞到了天空之上 望着脚下的山河 夜玄肆意狂笑 原来 这就是拥有灵力的感觉 真是畅快 此时远处传来一道靓丽的声音 小叔在干嘛呢 老远就听见你笑了 来人正是仙剑宗二长老黄月容 脚下飞见一个加速便来到了少年面前 表示自己老远就听见夜玄笑声 今日乃是宗门发放灵丹之日 于是自己刚好过来带着少年一起进去 而在宗门大殿之外 众弟子都在议论纷纷 毕竟南空罩乃是剑宗掌门 今日与夜玄在空中搂搂抱抱 可是无数人瞧点 所以各种版本的流言四起 不过眼见二长老带着夜玄起来 议论之声也都停了下来 只有宇文爸还在那边嚣张跋扈 表示夜玄连灵根都没有 还给他灵丹干嘛 这就是白白浪费资源 要知道宇文爸乃是宇文集长子 自己以前凭着姐姐们空想那门弟子明明 这思可没有少羞辱自己 二姐闻言直接恼怒了起来 小叔因为就自己等人 才导致失去灵根 但怎么说辈分也是宇文爸师叔 他竟敢如此出言不逊 随即便让人带着宇文爸 去找执法长老 宇文爸虽被那门弟子拖走 嘴上却毫无口疼 直接骂起了夜玄乃是缩头乌龟 只知道躲在女人裙下 有种就和自己干挑 夜玄文言直接落了 撸起袖子就准备开干 此时戏品任务又出现在了眼前 与开始不同的是任务居然有两个 任务一是硬刚宇文爸 能获得稀有先品宝物语点 反之则当缩头乌龟 将长出一个龟壳 且无法摘除 任务二则是看到黄月容母兄 奖励大力完一枚 反之好兄弟将缩小一半 我去 狗系统恶意满满了 长出龟壳 缩小好兄弟 还有任务二什么鬼啊 大爷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杜兜呢 一念生 一念死 一念成神 亦或一念地狱 夜玄看着系统发出的任务愣在原地 虽然这两个任务看上去都很难 不过貌似有什么隐秘的关联 果然这个系统好变态 我好喜欢啊 随即夜玄便让二姐别插手自己的事情 她今日势必要让宇文爸跪地喊爹 随后便转身看向宇文爸 表示她说自己感应不到零食 那么二人分别在剑宗任意地方藏任意零食 只要谁先找到对方零食 那么就任凭对方处置 见到夜玄轻易就中了自己的激将之法 宇文爸也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二姐担忧地看着自己的小叔 当众定下如此的主约 万一输了 就算姐姐们也不好偏她 谁料夜玄却拉过二姐走到一边 狗狗碎碎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羞的黄月容一阵面红耳赤 不过却马上跳出了随机任务二已完成的提示 随着鼻尖两抹鲜红的流出 夜玄大手一挥 宇文孙子藏好了没有 藏好的话就别浪费时间了 广场之上两人对峙了许久 宇文爸哪怕灵力全开 也搜寻不到夜玄临时一分一毫 反观夜玄却是笑意盈盈 一个闪身便拉出了宇文爸的小坤内部 果不其然临时便藏在其中 被当场抓包的宇文爸恼羞成怒 大鹤夜玄肯定是作弊 一定是二长老帮了 而且不光二长老 今日你和掌门搂搂抱抱 大家都看见了 听闻此言黄月容也是怒了 这小子竟敢不进掌门散布谣言 当即便要让弟子押送宇文爸前去执法堂 不过却被阴沉着脸的夜玄堵止了下来 宇文爸还以为夜玄怕了 又出言嘲讽其乃是小白脸 今日自己要替广大外门弟子 将夜玄逐出见仙踪 不过还未等他说完 便迎来了夜玄的遗迹老拳 被当众羞辱的宇文爸恼羞成怒 故步的边上弟子的阻拦 跳起身来便要和夜玄拼命 不过夜玄也是立刻就吞下了大力丸 一个侧疑便躲开了对方的攻击 随后一招如来神掌 大力丸板便狠狠击打在宇文爸下巴掌上 打完一拳之后 还不忘装杯的哈了口气 以外门弟子上前轻轻地探视宇文爸 竟发觉其早已没了气息 夜玄因沉着连转头看向众人 见仙宗门归 不禁掌门者 死 没想到八师姐乃是青丘女帝 由于刚一出生便携带了罕见的妙毒 只有找到伴雷而生的男子双修才可解读 本以为剑宗师兄惊为战死沙场 自己已经无药可救 谁料夜玄却在最后时刻伴随着惊雷穿越而来 所以八师姐才将所有的希望压在了少年的身上 由于今日夜玄超额完成了系统任务 所以奖励上古断体先平王皇 但是自己却不知晓此乃乎 正在发愣之际便被一双小爽灰心 正是刚刚帮自己藏匿零食的二姐黄月荣 少年还想帮助二姐将零食取出 却被黄月荣伸手欲作打人之状给下的连连道歉 此时二姐缓缓叹气 说到当年血魔老祖来袭 剑仙宗上下几乎全部战死才护住了功能 可就在十天之前 顾山大阵被一股强大修为轰击 几位师姐估计是血魔老祖回来复仇 剑仙宗恐怕又要迎来恶战 既然夜玄能够修炼了 那么自己打算提前开放幻境试炼 到时候你也 话音未落 黄月荣便被一双大手拉入了怀中 二姐不必担心 十年前我能重创他 要是那老王八还赶在来 我定杀之 黄月荣依围着少年的胸膛 你小子真的长大了 变成一个知道保护女人的男子汉 就在两人还在你龙我龙的时候 忽然耳边传来的弟子的呼喊 二长老不好吗 宇文吉长老说有要是找您 来到剑仙宗一时大厅 宇文吉老神在在 二师姐进门就开门剑山 说如英语文霸的事 那就不用他了 没想到宇文吉却笑脸相待 表示乃是自己教导无方 才纵容出了这个孽度 自己对二长老的处置无任何意义 随即又表示五绝论剑在即 能否提前开启钟南唤击 让弟子们进去试炼 二师姐本就打算如此 召唤出了精灵灵 询问祖龙黄谷有何用处 不过傲气的小弟子表示无可奉告 黄谷乃是仙家宝物 要不要吸收就看叶璇自己吧 说到仙家宝物 叶璇便想到了八师姐 八姐来自仙界青秋湖族 不如让他帮忙长长眼吧 来到八姐小院 满树桃花让人心晃神怡 却唯独不见八姐的身影 不过满地的酒瓶随处可见 一不小心便踢倒了 叶璇弯腰便想扶起酒瓶 却不料空中伸来一只狱卒 用指尖轻轻地将叶璇下额抬起 叶璇看着眼前的一幕尴尬不已 只好故作镇定地轻轻按住小条 八师姐 酒大伤身 怎么又喝了这么多 八姐从树上缓缓跳下 当然是因为你啊 你零根重生 八姐就有救了 一时高兴便喝多了一些 经过了片刻交谈 叶璇才得知八姐本是青秋女君 因剧毒才嫁给师兄 不过最后却被叶璇解了个便宜 但是这个便宜也不是那么好减的 必须在十年内修为提升到原音方的双修 而且在此之前 老娘必须先艳艳获 得到祖龙皇谷的消息 叶璇只能来到八姐小院打探 却不料被想要双修的八姐压在了身下 一番压榨之后的八姐昏昏睡去 只留下一脸猛逼的叶璇 刚想离去便听闻八姐说起了梦话 祖龙皇谷乃是仙界宝物 吸收之后可以重塑根骨 至此少年也终是明白了皇谷用处 不过他却完全没有留意 醉酒的八姐还有半句话 围绕着一人为首示战 男人正是宇文智 乃是宇文集清传弟子 此次前来身上法宝众多 一是奉宇文集命令针对叶璇 二也为了自己想夺得天阶级 此时他神色阴狠地看向内门弟子方向 看似无异的大声述说 表示自己必夺天阶功法 如果谁敢来抢自己定辣手无情 众内门弟子听闻敢入不百年 毕竟宇文集不短又不是一天两天 而且这个宇文智自己的实力也确实强横 不过就在此时 一生守座长老蒜的鸟团入了众人耳中 宇文智四下打量却没任何发现 叶璇却成就二姐飞剑缓缓的将侠 上来便比出友好手势 让宇文智莫要仗势欺人 宇文智哪里肯服 直接口吐芬芳要教训叶璇 下一秒一只杀锅大的拳头便出现在了眼前 果然不愧是宇文家的 连挨打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随后二姐也看似平等地打断了这场道具 开始宣布了幻境的规则 此次试炼不禁打动 但点到为止 杀害同门者逐出师门 如遇到生命危险 捏碎传送欲简便可反对 待众人都明确表示规则以后 黄月龙也是大手一挥打开了结界 地方小天地显露在了众人眼前 看着缓缓进入的叶璇 身后的宇文智也是露出了阴影的神色 自己的叔叔在进来之前便定下了寂寞 这次定要叶璇和那群女人好看 毫不知情的叶璇刚刚进入幻境 便被随后而至的宇文智带人追上 叶璇本能的还想调侃对方几句 却发现宇文智等人的言语中 净显阴痕 曾明是想将自己击杀在幻境之内 真没想到一进来就被包围了 自己一个断体的对上那么多练器 还真是有点危险了 哪知宇文智人多势众却也不动手 反而从身上拿出一个录音御剑 原来宇文集知道不是大姐对手 竟想出用阴招败坏大姐名声 从而迫使大姐辞去掌门之位 你的至亲正面临舆论危机 一是跪下认损获得兽气包外号机缘解疑 二是教他做人 塞了宇文智等人 获得先天八卦进一键 这还用的拙选吗 我选二 叶璇意外穿越到了修仙世界 拥有了九个对自己无比疼爱的世界 如今有人居然想要利用他来对付大姐 叶璇不动声色地勾了勾手指 表示想要听八卦的话只能一人前来 宇文智不宜有诈 毕竟实力悬殊摆在眼前 不要叶璇飞起便是一个大棚展翅 趁其还在愣舌 直接薅住头发便是一顿老拳 被揍得七昏八素的宇文智连忙让小弟帮忙 却被叶璇一个走迷给踢进了人群 随后趁众人手忙脚乱之际便笑嘻嘻地开溜了 宇文智恼羞成怒 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叶璇斩杀于此 望着身后蜂拥而至的小弟们 叶璇知道哪怕他资质再过一天 估计也架不住那么多人群哦 不过他早已经想好了对应之策 中南幻境之中藏有各种功法 最关键的是每一本功法的禁制世界 都只能允许一个人进入试炼 而就当叶璇找到小世界准备进入时 宇文智的身影也追了上来 眼见对方即将进入小世界了 宇文智急忙祭出自己的宝物鱼长剑 欲将叶璇击杀在世界入口 而强大的法宝飞行速度确实也不是叶璇可逼 就在一个瞬间便被飞剑击穿了身体 不过叶璇也是忍得疼痛奋力一步 终于在最后一刻进入了小世界之内 但是自己随身携带的传送欲剑却跌落了下来 宇文智气急败坏 没有杀了叶璇不说 现在就连自己的鱼长剑也被叶璇带走 还好他的传送欲剑落在外面 自己等人只要守住带兔即可 小世界那一片荒漠 中了剑的叶璇趴在地上喘着大气 随后便忍着巨痛从身上拔出了绑剑 宇文智 今日你杀不死我 来日我必有后报 还没等少年的豪言壮志说完 身后便出现了巨大的阴影 回头一看居然是一只庞大无比的巨像 其头上还长着一对金色的龙鸡 而且防御程度之高 就连至宝鱼长剑连砍树下也破不了 无奈之下叶璇只好呼唤出灵儿 施展了一个障眼法便溜之大吉了 躲在石壁后的叶璇翻看着灵儿所给的基础信息 忽然之间便想到了一个事情 静置内时间流逝比外面要慢十倍 如果自己吸收了黄骨重塑根骨再加以修炼 估计要过了多久宇文志便不是自己的最少 想到这里叶璇直接便开始吸收黄骨 不过过了一会他便发现了不顿 什么情况 为什么自己的筋骨疼得像是要断裂开来一样 没想到黄骨反噬的威力竟如此巨大 叶璇差一点就没能熬过去 不过最终凭着要变强的信念支撑 自己还是成功地吸收了黄骨 煞奈间肉身强度直接升为中品 虽然修为不高 但是自己的肉身强度已经远超一般的练气 趁着龙象群正在睡觉之际 叶璇来到山顶便想跳下偷袭 却不料被什么东西给缠住了腿脚 回头一看竟发现是个小小萝莉 正捧着自己的小腿哼哧哼哧地乱啃 哪怕自己把它举高高了 也嘴上嚷嚷着自己要吃仙宝 叶璇只说了一句自己不是仙宝 这气的小萝莉都起了小脸 直接一顿龙爪手就给叶璇起脸 重心不稳的两人随即掉落山崖 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了龙象身上 于是一场无止境的追杀随即开始 直到叶璇逃入了一处狭小的缝隙之中 在灵儿的口中 叶璇得知了罗莉 其实是中南幻境所孕育的经验 但是寿命将近才会衰弱到孩童状态 因为看见叶璇吸收黄骨 才认为他身上有银宝 而实际上他需求的鲜宝是回春骨 一旦吃下便可以返老还头 而自己的系统商城里就有此物 只需30贡献点而已 只要叶璇给系统送人头 或者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即可获得大量贡献点 听到这里叶璇还以为如此简单 连忙询问灵儿30点贡献需要多少人头 却被告知估计杀光语文质那帮人都还不够 闻言叶璇压麻呆住 不是说好的很容易获取吗 就为了这么个小馋猫去拼命 感觉不太值得呢 下一秒招招便迈起了萌岚 翘起嘴巴颤颤地喊了句歌 身为罗莉控的叶璇哪里受到了这般震撼 好 这也太卡万一了 30就30吧 为了拯救罗莉 劳资冲了 于是叶璇从身上放下招招 让他乖乖在这里等着自己 哥哥去杀完大象就带他去找仙王 谁料小罗莉听闻此言直接拍拍自己的父母 还指了指自己的父母 然后伸出舌头露出了一副装死样子 让叶璇瞬间明白13龙象的弱点就在父母 随后的战斗便立刻简单了起来 随着自己麒麟臂的加持和招招指示的弱点位 几只龙象纷纷都倒在了叶璇的剑下 而叶璇也成功地得到了13龙象功 那么接下 宇文质那帮龟孙儿 估计也等得不耐烦了吧 谁能想到寿命将近的幻境罗莉 竟能返老环童成了36弟大凶少女 就在叶璇逃入了小世界之后 众人在宇文质的命令下死死地守住了出口 准备对他来一个瓮中捉鳖 但是随着时间一天天的推移 哪怕宇文质的威信再高 也渐渐快压制不住众人了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留出时间去找功法 但是叶璇这边也不能放任不管 不过他很快便想出了解决之法 准备让众人继续首都带股 自己先去挑选合适的功法 但凡留守之人自己出去之后 便补偿一人一本玄阶功法 听闻只要留守便可白的玄阶功法 众人也都只能同意了下来 毕竟不说反抗命令的后果 哪怕是自己出去都未必能找到更好 宇文质眼见众人都已同意 随即便迈开步伐先行一步 而就在他走后不久 叶璇便从小世界内钻了出来 只是一个降落的瞬间便击杀了两名下的地步 系统也是立马提示贡献加四 还未等众人有所反应 叶璇立马又向玄自秘境出去 众人见状纷纷上前想要追击子 不过却有很多弟子 由于修为不够被拦在了外面 里面的三人眼见叶璇就在前方 无数的攻击纷纷射了 叶璇各种辗转反特朵开启 不过就在下一秒 少年的身体开始不停地缩小 最后竟变成了招招的模样慌乱逃窜 而在外面的幻境之中 叶璇开始了对低阶弟子的杀戮 手起刀落之间弟子便化成了 贡献点收入囊中 原来叶璇一开始就没打算移打路 才让招招变成自己的样子 把几名玄界的弟子先移走 自己才能逐个击破 随后灵儿出现将弟子尸体收走 说能用来辅助细子的生计 听得叶璇一愣一愣 确定这不是毁尸灭迹吗 而从玄界世界出来的几名弟子 竟发现偌大的空地之上 竟空无一人 还在愣神之际便被叶璇纷纷重伤在地 死到临头的几人还想拿综龟压制叶璇 却被叶璇直接变给斩杀 贡献点也暴涨至三十点 获得了足够贡献的叶璇 随即便兑换了回春 招招一见到便双眼冒出了金光 拿屋一口就吞了下去 整个人瞬间变化成了一团绿色球体 周身围绕着无数大导之音 随着光芒闪过 招招竟由罗莉变成了的大兄妹子 系统立马就发来了任务 让小招穿着制定制服 奖励祖龙皇谷一根 反之则做证人君子 将被永远困在幻境之中 这不是废话吗 为了祖龙皇谷 证人君子什么都去一边吧 有些妹子竟穿上了现代JK装 娇羞的样子和完美的身材 只看得叶璇老色批灵魂升天 不过就在此时 一抹巨大的阴影死死地盖住了叶璇 还好招招手机眼快 瞬间施展了幻腾立水 将少年鬼拉离了原地 而在叶璇刚才所站立的地方 一尊青铜狮子树立当场 不是躲得快就变成肉泥了 叶璇还想询问灵儿此乃何物 精灵却表示自己根本没有见了 天空中传来一道阴冷之声 叶璇 你竟敢图我外门弟子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话虽如此 此时的宇文志却丝毫不敢大议 叶璇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居然短短半天时间 便灭掉了数名练习弟子 自己可别阴沟里翻船 想到这里 宇文志瞬间将手中青铜印砸出 化作小山一般飞向了二人 招招见撞连忙出言提醒叶璇 自己因为规定不能对试炼者出手 但自己可以拖住那青铜印 叶璇文言也是明白 趁着招招施展秘术 挡住铜印的瞬间 直接拔刀便向宇文志重去 快如闪电的一刀 让宇文志防不胜防 脸上竟被刀锋划出了一条浅浅的口 恼羞成怒的宇文志拔电 便要斩了叶璇 不过在几番打斗之下 发现肉搏竟不是叶璇的对手 甚至还被对方抓住机会 一脚从空中踢落 眼见叶璇举刀刺来 自己的性命危在旦夕 躺在地上的宇文志右手掐举 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声哭哀 不远处的青铜印 瞬间变大震开了招招的树桶 眼见铜印便要掉落在自己的身上 招招也是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不过随着青铜印的落下 招招竟发现身上毫无疼痛之外 睁开双眼才发现 竟是叶璇用肉身替他挡住了一击 哥哥 你怎么那么傻 拿自己的肉身去挡青铜印呢 没事 你都叫我哥哥了 保护你不应该是我做的吗 闻言叶璇瞬间内邦 我只是个精灵啊 就算真的死了 幻境还是会再次欲欲出新的 还未等叶璇说完 叶璇便洒脱一笑 就算是新的 那也不是你叶璇了 现在你小心一点 夺到我的身后 眼见宇文志不要命事地 再次催动青铜印 叶璇也装模作样地强撑了起来 不过自己的身体 确实好像不行了 只有身后的叶璇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双手轻轻地怀抱住了叶璇 那么这一次 就让招招来保护哥哥吧 叶璇不敌宇文志身受重伤 在关键时刻被招招抱着掉落悬崖 宇文志看着无尽的深渊连连冷笑 距离幻境关闭只剩一天了 自己只要守着悬崖不让叶璇上来 那么等幻境关闭叶璇便是死路一条 而掉落悬崖的叶璇和招招 却来到了一处大湖之前 灵儿见到大湖眼睛都直了 惊呼此乃山水灵犬 乃是整个地脉中灵气汇聚之眼 这臭小子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叶璇文言便明白其中的好处 只要自己吸收了灵犬 升级就会像是开了加速器四 而系统此刻发来的飞机任务 吸收灵犬获得提呼灌点先元 或者直接无视灵犬 灵儿告诉叶璇他还是高兴的早点 虽然灵犬乃是大机元 但是却是对化神器修饰而言 像叶璇这样的小小断体器 一旦贸然吸收 必定会被反噬暴体而亡 而此次的系统任务没有惩罚 所以不接受也没关系 叶璇哪里肯定 哪怕不为自己 为了几位姐姐自己也要平安 想到这里叶璇从空间戒指到处无数灵犬 不管什么都一股脑地倒入了嘴中 希望能减小自己暴体的概率 随后服下了丹药和灵犬的叶璇 马上便开始了修炼 灵儿见他如此执意寻死 也就由他去了 果不其然随着药力逐渐地渗透 叶璇全身开始疼痛欲裂 脸部的表情争獰万分 从气窍之内不停地流出鲜血 下一刻身上发出咔咔气 俨然是全身的骨头 在药力冲击之下开始断裂 边上的招招看在眼里 明白此乃是叶璇的关键时刻 随即口中便默默念动咒语 灵魂余生 藏那无魂 天地万物 为我所化 边上的灵儿大惊失色 小精灵 这样可是会死的 招招丝毫没有理会 化身灵体的他轻轻吻上叶璇 哥哥 小招你一定会保护你的 此时的灵儿直接呆愣在了原地 完全没有想到 幻境精灵竟然舍得舍弃自己的肉身 以自己的灵体作为媒介 将叶璇的静脉和整个幻境链接在了一起 那这样的话 叶璇的肉身成功 估计都要直逼金丹七了 恢复了状态的叶璇 看着自己的手惊喜不语 没想到吸收竟如此成功 自己的肉身现在坚硬无比 而且前面所受的伤都完好如初了 哪里此时灵儿竟抛来一盆冷水 表示叶璇哪里来的魅力 竟能让幻境精灵舍身助她成功 闻言叶璇呆愣在原地 一命换一命 自己真的值得小招如此吗 不过随即灵儿又安慰起了叶璇 表示幸好小招吃了回春 上流了一丝原神 恢复个百年就能回来 叶璇紧紧地握住拳头 招招 百年之后我们再见 到时候哥哥一定要护你一声 此时系统传来任务完成的声音 表示叶璇超额完成任务 额外奖励抢夺服一张 可以抢人义务比一次 叶璇愤然起身 苏醒过来之后的叶璇听闻消息 带着系统刚刚奖励的抢夺服 便准备找宇文贼复仇 刚刚跳上悬崖之后便看见了对方 上去就是一个爱的三连 外加一套小五指八达过去 差点被打猛逼了的叶璇又准备故技重施 哪知早有准备的叶璇冷冷一笑 终于舍得拿出来了呀 系统 给我使用抢夺服 煞内间叶璇身上金光四射 一张硕大的斥令抢夺服出现在了身后 随着叶璇的大手一挥 树道金色锁链蜂拥而出 将宇文贼的青铜硬死死锁住 并飞快地拉回放入了叶璇的手 宇文贼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 自己的法宝怎么就变成别人家的 叶璇毫不客气 拿着新法宝便来了一招泰山压子 不过挪开之后 却发现宇文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看样子是逃到边上天阶静置里面去了 静置世界里的宇文贼如死狗一般趴在地上传气 叶璇那废物修为再是精进 也不可能进入这天间 自己现在就捏碎传送御锦出去 定要输数联合外门所有长老 致他的屠杀同门之罪 不过下一秒传送门便出现了异常的波动 叶璇竟笑意盈盈地举着青铜硬捅 宇文贼见状下得连连后退 随即表示只要叶璇不杀自己 什么都可以答应他 叶璇看着空中划过的青色蝴蝶 脸上的神色一阵恍惚之意 自己亲手养成的妹子都被你给毁了 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 恭喜宿主成功斩杀练器后期修士一名 贡献之家七十七 千天八卦进荡美 而在剑仙宗传送阵门口 已经获得机缘的弟子们都纷纷走出 意外门长老询问宇文贼不知未复 宇文贼到现在还没出现 宇文贼看似随意的苗灵眼边上的黄月容 装作若无其事 坦言宇文贼灵跟资质绝点 想必是要得到天阶功法开展出来 只不过老匹夫的心里也是没底 杀个区区叶玄竟如此耗费时间 不知道芝儿是不是出事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传送门出现了莫名的波动 看样子试炼期限就要到了 幻境已经开始准备关闭 宇文贼连忙拉住黄月容 让其赶快停止幻境关闭 二师姐虽然担心叶玄的安危 却表示幻境实现一道 关闭的话无人能够终止 不过就在传送门关闭的最后一刻 忽然从中飞出了一道人 稳稳地落在了广场中央 待看清来人正是叶玄之后 宇文贼露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态 自己坐下数十弟子 连同天赋一笔的宇文质 全都没有回来 而幻境通道百年一开 他们绝无可能生还了 既然这样 我不能让他们白白送死 必须把这件事情做大 想到这里宇文贼一口咬定叶玄屠杀弟子 在幻境之内残害屠门 而其余外门长老也都纷纷复合 是要将叶玄缉拿 为坐下弟子们讨的功告 二师姐大善一挥 口中冷冰冰地说道 你妈 是要造反了 宇文贼此时哪里顾得上那么多 嘴中嚷嚷的屠杀同门乃是重罪 就算黄月容也不能包裹 金玉必须让叶玄伏法 不过此时一道性感声音忽然从身后传出 宇文长老好大的威风啊 我在洞府都听到你的叫喊 不过我才是执法长老 还轮不到你来惩罚婢子呢 叶玄大仇得报回归宗门 却被宇文贼以残杀同门 只有想将他缉拿 虽然三姐的出现暂缓了众人的怒火 但是宇文贼明显就不想放过叶玄 怒斥宗门不公 难道是要逼着自己造反 东方西凤和黄月容明知老贼是在借题发挥 却也无可奈何 毕竟自己的大姐还在闭关之中 于是内外门双方人马 僵持在了广场中央 叶玄也知道如此下去不是办法 随即便装作轻松地叫起了宇文贼 老贼一听直接怒了 自己都多大岁数了 竟还有人叫自己弟 并且还是自己的心头大患 不过边上的外门长老却是领事 叶玄乃是前任掌门清传 论辈分的话我们确实是弟 前有神对手后有诸队 宇文贼此事想杀人的心都有 叶玄顺势拍拍老贼肩膀 表示以二姐的强大修为 只要把幻境打开一条缝隙 然后你们用敢硬术探查一下不就完了 边上的外门长老文言拿出遗物 表示自己有个宝贝 能破一切虚妄透视万物 叶玄看见宝贼发现和系统奖励的一样 随即明白了是八卦镜的另一版 便直言如果宇文贼众人查不到杀人证据 那么就要把宝镜给自己当作配偿 同意之后二姐也是发动力 将幻境强制地打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长老随即便指挥宝物飞镜幻境探查 不过无论咋样都没能发现外门弟子身影 宇文贼脸色大变 十几个大活人啊 怎么可能就被人间蒸发 叶玄不忘谷刀 表示他们可能自不量力 死在了收取功法的静置事件 外门长老见状还想赖账不交出宝镜 却被三姐直接施展的秘法夺取 至此一场幻境之争也告一段落 傍晚时分 泡在温泉里的叶玄看着合二为一的宝镜 研究了半天也不知道有啥用处 正想着拿去给二姐看看 却发现一边的泉水冒出了阵阵气泡 我去 三姐你怎么在这里啊 什么时候来的温泉 东方西凤笑意盈盈地抱住叶玄 你小子秘密好多呀 宇文贼那些人是不是你杀的 叶玄还想进行辩解 三姐却直接不讲五个 一招猴子偷逃便想知道少年到底有何甜坤 瞬间躲开的叶玄反手就是一记龙着手 不料下一秒却完全抓在了空气之上 三姐的身形也出现在半空中 一记鞭腿粉粉踢出 叶玄直接硬挨了这一下 身体纹丝不动 东方西越大惊失色 没想到你刚刚重生灵根 肉身的强度就达到了洗髓境界 怪不得能杀掉宇文质政人 那么看样子 接下来的五绝论剑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 听闻此言叶玄满脸猛 离之色等等那不是助击的事情吗 自己一个小小的断体参加是怎么回事 东边万剑蒙灵万里 四海八荒第一逼亡 西边天下剑装重号 要被女子狂虐才能剑法精进 北边剑种更是群蜂子 这么多年就都不知道露鼠 跟他们家的弟子火力 自己一个死字都不知道咋醒了 不过该来的总是要来 系统随即便发布了让叶玄无法抗拒的任务 直面五绝论剑的妖孽天台 夺得第二百贡献点或制定保护 反之则获得临阵脱逃称号 丧失下一次选择权 为了二百贡献 叶玄拼了老命也要去战 三姐满脸娇羞 你小子有志气啊 等你问顶五绝 三姐给你双修机会哦 为了能早日与三姐合体双修 叶玄也是答应了参加五绝论剑 消息一出便震动了整个江湖 要知道别家出动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万剑朦胧且 天阶五行灵根柱机器巅峰 剑极格梦剑飞 便一土经双灵根柱机器巅峰 天下剑装水引起 极瓶水系灵根柱机器巅峰 哪怕是最弱的剑种小骨头 也是柱机器中品 而叶玄这个断体下品 自然引起了众人的观点 纷纷派出人马查询叶玄买力 然而我们的当事人叶玄却毫不在意 只想着在五绝论剑之前 搞把趁手武器来到火神山前 叶玄扯开喉咙 便大喊了一声南郭夫人 不过四周静悄悄地毫无半点反应 少年灵漫漫傻子 估计又在炼制什么物理 没办法只好使用出了杀手锅 随即叶玄便走到一处岩浆边上 掏出一娃娃便要假意扔下去 火不其然一声大鹤马上传入耳中 远处一道流光飞速奔向叶玄 哥哥你这个坏蛋 这么可爱的娃娃你也舍得丢下我一杀 叶玄连忙表示自己是没有办法抬出此下策 少女斜眼望了叶玄一下 发现少年灵根居然恢复了 而肌肉也好像变得更强了 关键是左手好像有一种特别强悍的感觉 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单身麒麟地 那么就让我们来打一架吧 叶玄无语 自己咋就忘了六姐这人就是个暴力跑 但凡遇见个修为尚可的都要干上一场 急忙双手摆出投降之势 表示今天有正式要谈 闻言暴力罗里也是停下手 叶玄大喘口气 说出了自己要去参加武决论剑 不过想请六姐帮忙 把手头上的镜子融合一下 六姐惊讶地看着少年 你居然代表见仙宗参加武决 在得到了叶玄肯定的回答后 少女居然直接暴怒 就你小子去参加武决 那我见仙宗不是在主场连练所遇 那我先卡了 你就不会给宗门丢人了 闻言叶玄下得大惊失色 连练表示只要修好镜头 自己绝不会丢见仙宗里面 不过就在下一秒六姐的大锤 还是狠狠地砸在了叶玄身上 伸受重击的叶玄翻身 发现并无疼痛之感 掉落的镜子却已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不愧是六姐啊 不声不响就修好了镜头 有了这玩意我胜券在握啊 灵光反冲镜 中品灵宝 可过任何原因以下幻术幻镜 可完全反弹住机器以下任何攻击三次 六姐看着镜子若有所思 表示这法宝不错 但是却一块稀有灵石作为气魂 否则能使用更多次数 不过这次五绝论剑的赛场在云梦里 自己曾在那里见过 叶玄如果看见的话 记得收集一下 就在此时 剑仙宗上空传来了悠扬的钟声 叶玄也是明白 红钟传令 看来五绝论剑就要开始了 六姐兴奋地拍了拍少年的肩膀 推个比赛可要加油哦 叶玄满脸无奈 行行行 这怪力到底是哪里来的啊 剑仙宗条秒通上 众多长老弟子正在急目远票 此时宇文集又来使唤 表示掌门指定叶玄身家五绝论剑 自己也不多说什么 但是为了宗门和谐 自己推荐外门弟子 夏红毛去配合比赛 此弟子乃是罕见雷系灵根 天赋惊人修到十五年 就已筑机巅峰 魂言黄月荣和东方西凤 也是无奈 每个门派都是派两名弟子出场 宇文集的要求 合情合理自己这边无法拒绝 晴朗的天空 也在此时传来了一声龙鸣之声 先行前来的便是 剑仪阁首席孟建飞 天下剑装的首席 水云启程的仙鹤翱翔翔而来 剑种的小骨头 也是不声不响地出现在了台阶之上 只有万剑盟最为强势 为首的同大将一到 便要剑仙宗掌门出现来跪影 眼见东方西月上去搭话 还被羞辱一反 叶玄也是毫不客气地出现 哪里来的老狗 汪汪汪的叫啥呢 五绝论剑就在今日开启 最后到来的万剑盟 却是嚣张跋扈 竟要求剑仙宗掌门出来跪影 看不下去的叶臣 面对压力出言嘲讽 同大将直接落地 身后的内力阵的脚下大地为之军裂 叶玄毫无畏惧之色 上来就直言万剑盟持强凌弱大权主义 而某些人更是满嘴道德 背地里却偷鸡摸狗 听闻于此 远程观看的万剑盟宗主林万里直接传音 让同大将将叶玄击杀 不能让这小子在胡言乱语下去 接受到命令的同大将随即单手掐起电底 一招万剑归心变向叶玄自去 不过瞬间便有面红色的火墙挡住了所有零件 边上传来一阵清冷的郁姐一声 红大将再敢撒影 下一剑取你人头 望着已经进入原因巅峰的男空罩 红大将的额头冷汗直流 看来外面的传说是真的 那么这次武绝论剑自己等人也不能轻举妄动 剑仙宗弟子眼剑掌门强势出关 各个都是扬眉吐气之状 就连小骨头和水云旗也感觉压力起来 毫发无损的叶玄在边上黑黑一笑 大姐霸气 真不愧是我的女人 话因为落变被男空罩狠狠揪住耳朵 听说你最近偷了我一样东西 不过看在这次你助我突破颠宗的份上就放过你了 但是这次论剑你必须给我夺冠 随后男空罩放开叶玄 宣布了五绝论剑的规则 每个宗门最多派出两名弟子参加比赛 修为不得高于助击巅峰 场地就在剑仙宗山下于梦队内 而失恋的内容则是斩杀妖兽 级别越高积分越多 所有积分以邀丹为正 万剑蒙同大将大手一挥 表示自己宗门要求加一条规子 弟子上场可以互相争斗起 各门派不得干预和报复 此举明显是针对叶玄这个废谈 男空罩在询问叶玄表示同意之后 宣布比赛正式开始 随即双手掐绝 在云梦泽上方释放出庞大捷径 各派弟子也是纷纷遇见而行 只有叶玄不急不忙地缓缓前行 而最前方的龙且脸色阴沉 不知道是对谁说道 到了试炼之地 别急着抢腰单 直接杀人 我要那小子 活不过今晚 奔起手下就没有一个省油的灯 这次推荐来的夏侯毛更是坏心思满满 跟随叶玄来到云梦泽深处之后 立刻便从怀中掏出了一发信号弹 随着如烟花一般的信号炸开 叶玄回头冷冷地注视着夏侯毛 失职这是在给谁发信号呢 难道是要勾结外人背叛我剑仙宗门 五绝论剑本该是年轻人的事 可从大江这老贼前来 肯定不是什么巧合 如果想杀我应该不必他出手 难道你们想对大姐动手 夏侯毛眼见事情外露 也不再掩饰拔出了身后的宝剑 坦言这次论剑只要杀了叶玄 龙且就会护他成为第二 而大姐早已被林万里当炉点看傻 自己的师父就是夏医院长 叶玄仿佛看傻的一般的看向夏侯 一里面外门上下的裂根器 你猜猜我为什么会带你来此 还没等夏侯毛反应过来 叶玄便狠狠地一脚跺在了地上 原本平整的地面瞬间裂开一条大缸 无数的妖兽从地底之下飞出 血红的身躯之上散发着妖艺的光芒 竟然是群居而著称的军团血飞椅 不过叶玄随身携带了四角的伪光药水 直接喷在身上便可以伪装成同类 于是乎所有的飞椅便全部朝着场上唯一的外人中举 夏侯毛只能一边挥剑凯莎一边向外逃窜 被击杀的血飞椅纷纷化作腰单掉落在地 叶玄眼冒惊心开始疯狂拾取 气得夏侯毛直接炸裂 不过在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威压便让叶玄脸色发 血飞椅女王出现在了身后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叶玄 少年立即戏惊惊上身 表示自己的兄弟们尸骨无存 只能收集妖端独无私意 而罪魁祸首就在前方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 眼见血飞椅的攻势越加的凶狠 夏侯毛只好取出一张速度身体 强行提升自己的速度预击杀叶玄 不过全力一击却被轻轻挡下 反被叶玄掏出 青铜印狠狠狠达的脸上 脸上血肉模糊的夏侯躺倒在地 右手颤颤巍巍的 深入怀中摸索的手 下一秒天空之中雷鱼密鲁 一让迅雷直接劈在了夏侯身上 面目猙獰的夏侯毛缓缓站起 自己这招本来是准备 和龙且争夺冠军使用的 现在却被叶玄提前逼了出来 那么就去死吧 叶玄看着强大的雷电攻击 微微一笑 从怀中掏出一面镜子 灵光镜反冲